诶 圆宁家商的精神是什么呢 我来就好 不做不会怎么样 做了一定很不一样 进入圆家 就是赢家 您好 您好 这里是您好黄 你想要怎么排列组合这个名字 因为你 才是我们最想聊的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你好黄的节目主持人瑞兰 今天很高兴呢 邀请到圆林家商的主任 还有同学来一起上节目 来一起聊天 好 那我们先来欢迎 就是魏培纯 魏主任 大家好 我是圆林家商的 魏培纯主任 好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 可爱的同学哦 我们的佩恩 二年级的佩恩 大家好 我是圆林家商 佑宝科的佩恩 好 那 这应该是你好黄 第一次邀请到 就是学校的师生 一起来上节目 谢谢 这是我们的荣幸 就想说 感觉好像今天有很多内幕 没有啦 就是说学校实际的一些情况 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我想说先来问一下 说主任 因为我们对于那个教育工作者 都有个印象 教育工作者真的 真的是很辛劳 然后很不容易这样子 那你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说 你平常的日常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样貌吗 好 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是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老师可能就是一般的上课而已 但因为像是主任这个职务 除了教学以外 他还有一般 还有行政的工作 但因为佑宝科的这个主任的角色位置 又有点不太一样 他不是只有做这两个工作而已 他包含就是整个科活动上的一个协调 所以我们的科活动也非常的充实 包含了我们会有所谓的影星活动 圣诞活动 然后我们的那个祈福活动 以及我们的送救活动 那还有我们在过程当中要给孩子学习 额外的一些研习活动 也是我们要去举办的 包含我们要去说故事的一个 跟演艺体接触的这个戏剧的表演等等 对 所以我们的活动志工 还有其他的一个志工服务活动也是蛮多的 哇 真的好忙耶 真的会觉得说 因为我们想象的学校老师 感觉就是在黑板前面嘛 或者是怎么样 春风话语这样 可是其实感觉说在讲台以外的时间是非常忙碌 是的 我一开始也觉得当老师应该也是这样才对 那你刚刚有讲到一个祈福活动那个是什么 我们为了高三的学生 我们就会祝福他们考试顺利 所以我们科上的学生也会举办这样类似的活动 祝福我们的学长姐考试顺利 就考上他喜欢的学校这样 那我觉得这样听起来 我觉得幼保科好像感觉是一个蛮温心很重 是仪式感的一个科系 是我们是一个蛮重式仪式感 而且也会希望说我们藉由传承一介带一介 再把这样的一个爱与希望 跟这样的一个方式交导 交导给下一届的学弟妹们这样子 那这样既然主任这么说 佩恩你可不可以说一下你的感觉 就是这么多 从迎新开始 刚刚主任有讲嘛 从迎新开始圣诞祈福 然后还有最后的是最后一个活动刚刚 送旧 你现在参与到的都参与过吗 都有参与过 那可以分享一下说这些活动给你的一个经验或感受 这样子 就是从最一开始的筹办活动都会由我们幼保科的科联会同学一起去想 那我们有分成活动组啊 然后王冠组还有拍摄的同学就是都会由我们自己去筹办 那虽然在过程中可能会因为想游戏啊 想要给学姐就是有更好的体验 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好难 但是在我们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会觉得看到学姐就是笑得很开心 就会觉得这些困难好像就没有什么 就是最后都会是自己吸收到的 就是会变成是自己学习到的东西 哇我觉得好幸福哦 那个学长姐如果刚刚这样听起来又花了很多心思 可是你平常课业你觉得重吗 我个人是觉得还好 因为我是只要上课有认真听老师讲 然后回家再稍微自己看一下 我是可以吸收进去的 因为这样听起来感觉就是 这个可以算课外活动吗 还是不算 都是算学校内的活动 应该说我们学校里面 我们本身课程当中有一些小活动设计跟教宝书的部分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就是结合这样的一个概念课程 包含我们未来是要怎么样去带孩子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包含我们到幼儿园去见习啊 实习啊 以及说故事 或者是他们志工服务的时候 可能会有运动会的一个协助啊等等 它都是跟我们这样说的一个领域去做一个结合 所以包含带活动你怎么样去当 未来你当老师的时候 上台的主持稿等等 所以我觉得是让孩子亲身去做 比我们在课场上直接讲很多的理论课 再去做一个结合啦 我觉得理论实物结合是我们这个 我们原家幼宝是特别重视的一个环节这样子 我觉得这很棒耶 等于是说你们学校在学校实际操作部分 也是你未来用得上的 然后也把这样的经验之后可以在课程设计里或带给 就是你们以后可能进到教学现场里面 就很早就在你们学生时代就一直一路都在培养这样子 是的 那这样子佩恩你可以聊一下说你的刚刚你有讲什么科联会 对不对 这个是这个是因为你刚自我介绍讲说是副会长即将要变成那个会长 可以聊一下好像刚听好多活动你都是科联会要忙的 我们科联会呢是会由我们幼宝科全部的同学一起组成的 那我们还会分成就是各组 我们有活动组啊比较动态的 也有美宣组是比较属于静态的 就会依照每一个同学的特性去帮他们分组 那在分组的过程中就是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啊 去发挥自己的特长 那你现在是二年级嘛 是 所以等于是说在那个科联会的这个工作也已经 这工作已经两年了快两年 我们是我们的科联会主要成员是有二年级的同学担任 二年级担任 对 你自己有觉得说在组织活动里哪一个环节你觉得最困难啊 最困难的应该是在帮同学协调 因为像活动组的话他就是在活动当中会比较多事情 那像美宣组他是在我们活动前我们会准备邀请卡 邀请老师啊 然后学长姐还有就是可能校长之类的 所以他们都是比较属于幕后的工作 那可能同学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在活动当中做很多事情 但是你们美宣组都没有做 就是可能会觉得工作的那个比例会不协调 会觉得不平均这样对 就是要帮他们做沟通 但事实上应该是说你眼睛看到觉得不平均 可是别的不同组别他付出的心力的方式不同 就是你看起来他好像很轻松但他可能其实也也非常辛苦 没错所以我们的各个每一组的指导老师们都要互相的去了解每一组的状况 所以我们不是说只有学生在那个自己办活动 他们每一次的那个活动前活动后 我们是有所谓的会议记录 老师们都跟着开会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来办一个活动啊 然后我们没有写记录 我们是包海还要写钱到表的呢 其实我觉得很棒 因为像我是经营剧团的嘛 然后我们每年或是很多时候也都要办理活动啊 做戏剧活动 其实对我们来讲真的是要组织一个戏从零到有 然后那过程里面要组织要协调 然后又要又把这个时间上 最主要也是人各个部门都有时候 有一种感觉有些人会不太了解其他部门忙什么 但其实每个部门都觉得自己都不被了解 我自己最忙 我们都不知道 我现在很忙很忙 像我们早期啊 早期就比如说舞台设计 可能早期就被要被重视 那服装设计就会觉得 可是我们服装设计 你不要看这几件衣服 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 然后很多心力这样 那怎么好像舞台设计比较被看见 虽然服装也看得见 可是舞台比较大嘛 对但是现在这几年 因为随着专业分工关系 其实剧场对于各个部门的专业 大家会付出的事情也都越来越重视 就是等于是越来越强调每个职位 他的职能 然后每个职位他的职能 他自己也给自己一个 有点像赋予自己的理念 就是我要做好我的工作这样 这样很不错 我刚刚在节目开始前 我就说之后那个诱保科 感觉看到履历就有些入去 谢谢大家的肯定 刚听完就觉得哇 就是这样的 之后有这样的伙伴 就会很想要有机会延览这样子 好 那佩恩你可以再聊一聊 说你们的就是 在上课的时候啊 什么样的课程就是 对你特别喜欢 或说你们有大概什么样类型的课程呢 我听说你是自己有兴趣考上幼宝课 我们的课程有分静态跟动态 那动态的话就会比较接近幼儿 就是会有设计那个幼儿的课程 就会结合到幼儿的六大领域 就是我们二年级现在有一门课是叫做 那个 幼儿教宝活动设计 教宝活动设计 那是会由我们就是亲自翻课本啊 在网路上查查阅资料 然后设计跟幼儿这个年龄段相关的那个课程 那都会结合到我们的六大领域 那这个六大领域结合完之后 他们其实就会做相关的一个教具制作啊 包含他们的视交啊 就是不是只有我们在现场就是我们可能跟自己的同学们 假视交之外 我们会亲自到我们旁边的那个幼幼副幼的部分 对来去进行一个教学 让孩子实际上 老师为什么说这个年龄层的教学可能对他来讲比较困难 或太简单你实际去教的时候你就更有一个深刻的体会 所以我们不是说只有在子笔操作完之后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理论跟书上的一个结合 诶 所以等于是听起来好像说幼保科也有跟幼儿园去做 建教合作的概念咯 那个建教合作有时候还要还要给钱 但我们没有 我们就只学习啦 对对对 只学习 对对对对对 等于是说有机会到实际的教育现场去做实作这样子 是 试教这样 是 因为像我们幼保科其实对于实习这一块 或是建训这一块都是蛮投入的 尤其我应该可以说园林扎商在这个实习实务上面的一个状况 应该是 就是应该是全手全国的手冠啦 对对对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是包他高一一进来 那每一个人就会开始去到我们的富佑去实习 每个学习都这样轮 除了段考周或前一周不轮之外 每天都会有人跟着到幼儿园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见习活动 对 它持续到三年级上学期 那很扎实 对 连我们的暑假都是 对 我们还跟狂想我们还有合作属府的活动 对对对 在还没有上属府之前我们就要 就会有安排时间 可能高一会去到图音机构去做这样的一个见习活动 高二会到我们附近的幼儿园去做所谓的实习活动 所以我们不是只有说是有上属府 我们还有额外的一个实习活动 那这样听那个主任这样聊啊 佩恩你自己就是说 因为刚刚有聊说你是自己考上嘛 是因为是为什么会对幼宝科特别有兴趣 因为在国小跟国中阶段就是接触到的幼儿比较多 就是我自己的爸爸妈妈是比较属于早婚 然后在我国小六年级的时候就是他身边的朋友的小孩才刚出生 所以从以前就是一直担任着姐姐这个角色就是会比较多去照顾别人 然后到到国三的时候就会就开始慢慢有去想自己喜欢哪一个领域 然后当初爸爸是比较希望走商业那一类的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我在那个领域没有那么的开窍 然后我自己就是比较喜欢跟人接触 所以就想要选幼宝科 那应该说对一个国三的你来讲 那时候幼宝科这个选项是因为学校有一些什么样的合作 让你知道有这个选项 还是说这个因为原因加上幼宝科应该很有名 对只是说这个是马上就想到幼宝科 还是当时有几个选择 然后或是有些什么样的契机 当时我记得就是有 就是每一年考完会考之后会有学校到各个国中去做宣传 然后那时候我就有看到就是原家幼宝科 我就特地去问当时来宣传的老师 然后他就有说就是那个我们原家幼宝科有附设的幼儿园 可以实际去见习跟实习 所以当下我就觉得很有兴趣 哇欸宣传成功欸 而且完全是你刚刚讲的 就是带着学生们去实作 这还真是打动了就是学生的心欸 所以进而报告 真的真的非常感谢他的那个 就是提供的这个意见 因为我昨天也才去宣传完了而已 好那就回头讲到宣传好了 所以你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宣传活动 你自己有感觉到现在 比如说就是比如说算国三 对不对 国三的孩子他们目前是怎么看这个科系 或者说你自己的现场的一个这几年来的经验 其实国三的学生 如果他我就会先问他说 因为我们学校其实有蛮多科系的 然后我就会问他说你对什么比较有兴趣 有些人他可能志向比较明确 或是有其他的想法就很明确说我对英文有兴趣 我就读另外一科 那我可能老师我喜欢手作 可能我们像我们家政群当中 可能他可以选择就有服装科 然后家政科跟我们的幼宝科 对那我就会说那孩子我想问一下 那第一个你喜欢孩子吗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你喜欢孩子 因为不然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孩子 你进到这里来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会无所事从 如果是这本来真的不是我喜欢 那你只要不讨厌孩子 我觉得你可以慢慢的培养你的兴趣或喜欢 我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 那另一部分我就会跟他说 我们的家政群里面的一个科系的差异会在哪里 我说我第二个问题我就问他说 孩子请问你喜欢自己操作 还是喜欢团体活动 哇你这问很关键的问题 对我觉得他就会说你喜欢团体活动 那我说幼宝科真的很适合你 因为我们的活动很多 那他如果回答你说他喜欢自己活动的呢 那我觉得可以接他说 那你是喜欢是手作的活动 还是喜欢是读书型的活动 那他如果他说喜欢读书型的 那我可能会建议他读上课咯 但是他如果说手作的话 他就是家政了 他手作的话或许又保 我们精进的有一些绘本的手作啊 或者是一些教具的制作 其实幼宝科也有 所以我才会先问他说 他有没有符合第一点还是第二点 因为你可能在有的小朋友是进来的时候 老师我比较内向 可能可是他很喜欢手作 或者是我也喜欢跟小朋友接触 我只是比较 诶可能想要稍微小一点 会比较害羞一点啊 对但是他经过我们可能 这三年来的一个开发 这个奇葩之后 都会变得有点不太一样 我就开始说我可以去当任主持 或者是我可以做一些不同的活动 那是飞行版里面 就是我们他们就 透过这个戏剧的演出之后 我就会问他说 诶你们班高一是这样 老师没有 我们好像演完戏之后 都不太一样了 对对对 哇哦 我觉得刚刚听 我觉得主任是一个很会引导的 很会引导的老师 等于是在大家好像有点迷惑的时候 你给他说 诶你会刚讲你喜欢孩子吗 如果喜欢 如果不喜欢 那就请往哪边走 对对对对 如果喜欢你可以走什么这样 呃 佩恩你有想补充吗 刚刚聊到那个 就是学校的课程的部分 呃呃 除了有机会实作之外 呃 平常有有安排 一二年级线目前上了哪些课呢 现在目前我们还会有 就是 应幼耳照护语食物 是会 我们幼保可以有埋沐浴 就是我们可以实际练习 帮宝宝洗澡啊 包尿布 还有为他们喝奶 还拍隔 然后我们也有做CPR的那种宝宝 哦 所以那个等于是说 呃 也是统一一门课里面让大家做这个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在做的经验 会觉得很难吗 还是说其实我去学习很实用 应该我先这样 我先稍微补充一下好了 因为它是我们高预的专业课程 它是婴幼耳照护发展与食物的部分 所以婴幼耳照护的部分 它主要是for 0-2 岁的一个孩子 那领导二岁的孩子 那它里面的教授内容 其实就是跟我们的保姆 未来检订的课程是有关系的 所以其实你从事你来读幼保科 你毕业后你去 就可以其实从事保姆商业来工作 你也可以去再考保姆症状 对就是最基本的 我觉得你读幼保科 可能未来可以从事的一个行业之一 对那当然它刚刚讲的这几点当中 就是我们本身保姆里面有分不同的市区 那老师在课程当中因为就是一个领域 一个领域慢慢的拆解 然后找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食物 了解 对对 所以等于是这个是 这个是其中一个嘛 那还有没有其他课 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 或是想要分享的 我个人最喜欢的话是饰品设计与食物 就是老师在每一个阶段 都会给我们一个主题 那我们就会依照自己 可能喜欢的东西去做设计 然后也会这个也会跟幼儿就是做相关联 就是会变成是叫玩具 就是可以让幼儿实际去操作 就是去培养他的树概念 然后培养他的小肌肉发展 所以他等于是他不会是一个说难度很高的 因为他是要缝幼儿以后也可以去操作 是这样的等于是让他们也做设计 对因为原来是说我们的老师 他其实也帮他们去做了一个课程上的结合 因为我再补充一点就是 饰品设计其实也是我们所有家政群 都会学到的一门课 只是在饰品设计放在每一门我们服装科上面 他做出来的东西跟家政科他服装设计 老师会引导他的方向 跟幼宝科老师会引导他的方向 会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一样是饰品设计科 在我们的家政群里面做出来的一个作品 跟样态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们的老师其实是有去结合 所谓的活动设计 那你先去了解孩子的发展状况 我怎么样 我今天要去做教学 那我的相关的一个物品 怎么样去做一个课程上的一个结合 他不会说我今天做了这个东西 又做了这个东西 其实也是另外的帮他们做一个 时间上的一个统帧 所以其实应该是说 我就想听起来我去课程真的是很 就是感觉就是说很实用 但是又充满创造力的感觉 感觉很 我讲创造力说很多很多时候都要同学们去设计 然后但是他又不是说只是很概念性 他很多东西都要化为实做的部分 动手做然后动脑这样子 那还有佩莲你还有想分享的课程吗 我们现在就是多元选修课的话 还有分成就是静态跟动态 那我个人选的多元选修是静态 那我们现在是在做那个我们的绘本 那我们绘本制作就是会从 我们前面刚刚有提到的说演故事 就是会从那里再延伸出来 那我们到三年级之后还会在制作跟绘本有相关的 那个周边商品 哦 所以说演故事的下一部有周边商品就对 对 我们应该是说我们一步一步先来啦 就是先让他去做一个故事的发想 那你现在写了一个好故事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要把它变成一个实体的产品呢 那我们就有故事书了 那既然有故事书了之后 我们希望我们的故事书是大家很喜欢的 那接下来就是说 你看一个像好饿的猫猫虫 那这些书里面它是有出了很多周边商品的 我希望老师说 未来你要知道我今天不是只有会创作 我未来还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我可以 大家可以更接触我的一个作品的部分 这样子 好啊 所以这样好像我们有聊到一下那个缩演故事的部分 对不对 因为这一次我们会希望要 就是园林家商一起那个魏主任 还有佩恩一起上节目 也是主要是因为我们广想剧场跟园林演艺厅 有一个驻管的计划 好那这个驻管计划其实今年已经到第五年了 那我记得其实前几年也都有跟园林家商合作 好那之前也很开心是 我记得也是主任老师 然后会带着这同学们 然后到园林演艺厅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边做那个剧场的导览 然后有带过一些身体的课程 也有做过这样的一种 有点像你们实际到场馆里面来 然后也有过好像是我们到园林家商里面 你们的场域里面去带一些肢体的课程这样 那我想说在戏聊那个一些课程的一些经验之前啊 我真的蛮好奇 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做剧场那么久 其实常有一些不同的机缘会跟一些学校认识嘛 然后学校对一些事情的推动 我们大概多少都有时候越有耳闻 我会觉得说其实总觉得在教育体系里面 老师要推动一些比较长期的一些计划 然后包含是说可以让孩子们可以去延续的这种计划 我都觉得常常有很多困难 然后包含跟外部的合作 比如说有时候剧团很想跟那个学校合作嘛 那学校他也很想跟剧团合作 但是可能受限于比如说时间啊 然后还有种种的一些学校的一些情况 但我觉得你们这个说演故事这个计划很有特色 感觉是一个想要多了解一下的时候 觉得原家上很不容易这部分 对真的很不容易 为了要了解这一部分 我也跟我们科上的老师们都去请教了一番 所以就是包含我就是发现到说 我们原家其实设立在民国62年 我们就设立了这一个科系 这50年 对对对 所以我们其实从这里这样一路这样走过来 就是历经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调整 那我们会跟演艺厅去做一个合作 其实是在于演艺厅 他在民国90年8月的时候开始启用 然后那时候好像就开始就 慢慢的就跟我们的幼宝科去做一个合作 所以那老师当时就跟我分享说 我们其实从两张椅子跟一本故事书 然后大家就用说故事的方式开始 这样的一个活动 对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 老师就发现到说 这样一步一步 那我们还可以有什么呢 那就是因为演艺厅当中 他可能会有一些的剧场表演 那老师们就有告诉我说 他有看到不同的剧场 那发现那我们是除了用说的之外 我们可以再加入一些演的方式 对那演的方式其实也有进展 就是包含一开始我们可能想说孩子可能比较害羞的那一项 那我们就让偶来帮我们说故事好了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手偶去或等等 然后发现这样演着演着好像就发现到 好像这样子好像有时候小孩的专注力可能没那么高 那不如我们自己可以把人是一个偶 那我们就把自己当偶来做一个展演的动作 对那就是这样子这样一直演化下来 到后来我们一直到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我们幼保科为了讲说 那幼保科学得到去那里说故事 然后我们就是用这样简单的 可能上一架 然后架起来 布幕架起来 我们就准备要说故事了 那我们就开始想说 那有时候刮风下雨怎么办呢 那我们的幼幼故事车就开始了 哇居然还有这个幼幼故事车 对对没错 所以我们有一台车子里面装满着各种的设备 影响包含学生随身 别的那个麦克风啊 播音乐的啊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钢架啊 就可以把它秀出来 说我们现在是有点像是巡回故事车的概念 所以从那时候一张一路一直不断的演进到现在 所以幼幼故事车现在还有延续吗 还是它就是某一个时期的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是一直不断的延续下去 然后不断的去做修正跟调整 所以当天他们其实每个月 我们到那个演艺庭说故事的时候 他们就会推着这台故事车 然后我们就推到了我们的演艺庭那里去 这样子 哇这样子这样算起来到底是几年啊 所以从90年开始算的话 就蛮久的哦 如果从演艺庭的年龄开始算就蛮久了 至少20几年了呢 哇那这个我有点惊讶 我本来一直想说 哇这个是很有特色的 好多年 但是还是今天还是觉得说 哇居然也是20几年 对所以我那时候 因为我其实刚到原家的那个时间点比较短一点 所以我跟老师请教完的时候 我就说老师 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 这个这件事情要继续把它传承下去 因为毕竟一件事情我觉得可能太简单 我们大家都会做 因为我相信所有的优宝科的学校都有在做很类似的事情 可是一件事情坚持了20年 或跟接下来的30年 我觉得可能不是每一个都这么容易的事情 这个是真的非常不容易 那关于这个传承的部分啊 佩洛你自己有感觉到说 因为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学校 由于优宝科一个很长期的传统 这个传统都超过自己的年纪了嘛 对 所以你自己有感觉到自己在学校里头 因为他就跟你 我们刚刚聊过有很多活动嘛 他听起来这个活动会蛮不同的 你是怎么样感受到 比如说学校老师这件事情的投入 还是你们同学在这里面的一个经验这样子 我们从最一开始的写剧本 就是我们卡关的时候 就会去问老师 然后老师都会依照之前的经验来告诉我们说 你们可以往哪个方向去写 那在我们已经架构好一个剧本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去 就是实际下去排练 那我们在排练的过程中 就会就是可能会急性发挥 就会觉得说 加入这一段好像会给这个戏带来不错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会加入 然后也会 就是不同组的同学也会互相观看 然后给大家一些意见 那这样子是他都是在某一堂课 那堂课叫做说演故事吗 还是不一定 我们的那个课程名称应该叫做又有教导活动设计 或者叫做又有教导食物 对对对 因为这个应该说说演故事其实是在幼儿园当中的一环 但我觉得它可大可小 当然它就是可以再专业一点 就是变成我们未来大家看到剧团的一个表演动作 对 那我们其实小的话就是我们在小朋友里面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活动前的一个引导 或者是觉得我今天觉得有些事情 可能想跟孩子分享 可以透过会论的方式去介绍等等 所以我们反而觉得今天说故事这件事情 是训练孩子我们稳健台风 然后表达能力的一个基础方式 对透过这样的培养 他未来再去做教学的时候 他会更沉稳更了解等等 对这也是很实物的部分 那刚刚你有讲到卡关两个字 那是什么样的情况 是大家一起卡关 还是说通常是什么样的 你们的题材发想都是自己发想的吗 还是说老师会给一些主题 我们会依照自己的 就是看过的故事书 就是去做结合 我们班当时的话是 我们每个人都去借自己最喜欢的两本故事书 然后向各 就是自己组别的同学去介绍 然后最后大家就是 把我们喜欢的故事都结合在一起 所以结合一起的意思是说 大家融合那故事 还是说大家票选一个故事 然后去说这样 因为要听起来好几本故事书 对不对 融合他们喜欢的片段跟精华 再去做重新的诠释跟修正 那这样应该也是很卡 因为很多想要的片段 很卡 所以才会慢慢的 透过这样不断的拍摄当中 这个真的卡住了 好像真的不行了 就会把它再去做调整掉 那还有没有什么替换法似的 那佩恩你自己在这个过程里头 你最喜欢哪个环节 比如说是选故事书的环节 还是说编写剧本的环节 还是实际上在做那个说故事的环节 这几个环节你有没有特别喜欢或特别不喜欢的部分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就是实际下去走位跟念台词 因为就是因为我们班的同学就是都喜欢开玩笑 所以我们在排练剧本的时候就会有常常会有一些好笑的画面 就是会感觉在排练的过程中 就是跟同学的感情又变得更好 哦懂 就是你喜欢 这个如果以剧场来讲就是好像我们在排练 对排练啊玩啊互动啊 然后再看有没有基础不同的活化出来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对你来讲是最有趣 最喜欢的 那比较痛苦就是卡关那一块 对 好啊 诶那这样子 诶其实我之前有听那个主任有讲说 其实你们对于这个说演故事啊 其实在高一高二的一些规划上面 其实你们有蛮缜密的一个 有点像是一个流程的规划 那他们在不同的时期里面有不同的学习 或不同的东西必须去碰触或者必须去铲出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这个你们高一高二或到高三的规划这样 你是说说演故事的部分吗 对对 我们高一的部分当然就是会先在做一个校内的一个 说演故事的一个安排 跟课程上的一个衔接 就是先大家去做一个初步的比赛 让你先知道有这样的雏形 对当你有这样的雏形的时候 呃我们高二就会有相关的课程 然后去做我们因为最主要还是会搭配 演员演艺庭的一个表演活动 就是对变成我们前面可能导引孩子先做15分钟的三眼 当我们到演员演艺庭的时候必须要变成30分钟 然后因为演员演艺庭再给我们的时间就是一个小时 所以我们又有三四分钟的一个手作时间 所以我们就会变成说 诶那我们真的是跟我们的课程结合说 哦讲完故事中 我今天要必须要再设计一些相关的手作活动 给孩子去做体验的一个活动 对 所以我就记得有一个孩子就跟我说 老师我今天跟他分享说 诶老师我今天讲的故事是熊的难来 来那个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他们就带来做了一个放大镜 那他们就做完那个放大镜之后 就有老师因为是带着自己的小孩来 他就跟他分享说 老师你看那个我回家 我的小孩都在拿着放大镜在那里 都看看戏看看的 就是好像要找出个什么东西 蛛丝马鸡 那就跟故事结合 所以这样跟他分享的时候 孩子也觉得说 诶老师你看 我好像这样的活动是很好玩的 所以孩子其实那个自信心跟成就感 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 诶好像我这样做是好的 是有趣的 大家喜欢的 不过我们都要先面临到高预时的那个纠葛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很累 就会说韩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因为我觉得剧团大家都知道 就是改剧本是写剧本跟改剧本 是我人生当中最痛苦的两件事 对对对 这个其实在放在一般剧团也是很适用 就是说你要从一个概念一个灵感 然后变成它可以变成到排练场上可以用的 那个过程 那个创作过程有些很长嘛 有些很短 但是那个都是一个非常痛苦 但那个痛苦每次回头去想吃 真的是一种蛮痛苦又甜美的果实 是没错 所以现在像我们的高医生现在目前也是正在进行这一块的部分 所以他们现在正在经历痛苦期 尤其是因为我们的课程上面 其实我们因为包含108课纲 因为它的一个发展是希望说孩子更有更全面性的一个发展 所以跟我们更早期以前的一些课程当中 可能有一些比较多更多是幼保课的课 它其实就变得比较多是有家政群的课或其他的课 所以变成我们以前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做 但相照起来是变少的 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其实也蛮辛苦 老师说他们也是蛮辛苦 也很认真的利用其他时间学习 就可以看到他们放学时间 学校可能就他们留下来 来准备所谓的说故事活动 然后高额可能除了说故事 还要准备所谓的视角活动等等 因为他就利用额外课语时间再去跟同学讨论 对有的我看他还有很多 老师我现在在外面 你看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在讨论剧本 然后我们就拍照说 老师我现在有在做不同的事情 很认真喔 因为刚刚本来我们在那个Ray 那个讲访纲的时候 我就问说 我就分别想要问主任跟同学们 说你们的休闲活动是什么 马上两位就说 其实都在做这些 做过完了 都在做优宝和相关的各个领域的事情 不过这样听起来应该是说 上课本身它有很多的层面 其实就包含蛮多所谓休闲活动会想去玩的事情 所以这样上课本身就会变得也是很好玩 或者是说 但那个好玩里头是需要很多付出的 那这样佩安你自己实际到园林演艺厅 讲故事的经验有几次 因为我前面有提到我是副会长 那就是我们有分成六组 那我六组都有到场 哇 常常都到 哇怎么那么感动啊 所以你是可以不到的是不是 但是你特别 他其实也可以 如果真的有事情 你也可以不到 但是你却常常都到 请告诉大家为什么你 你觉得你必须常常都到的 有一部分可能是 就是会放不没办法放心同学去做 因为就是同学对故事车啊 那些的熟练度还不太够 所以就是会希望可以去就是帮助他们 盯场 对 他帮助的成分居多 他就会说 我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做 我愿意再去帮忙 对 因为他说 你确定你每一场都要到吗 所以那时候有时候在看 他说 这些女婚帐会不会太辛苦 他说没关系老师 我觉得我可以 对 所以他每一次在活动上 我就说你这次又帮你 老师今天同学有人临时生病请假 所以我去帮他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或者是我 我今天好像就是被安排了一个主持人的角色 所以他各个领域好像都可以承认了呢 很感动 应该是说 为了让那个六组可以顺利进行 把自己放在任何可以不畏的状态 对 那你自己这样子 实际的经验 你自己配恩在里面观察到说 就是像刚刚那个主任有分享 比如说孩子拿着放大镜的这个案例 那你自己有没有 不管是你自己去这么多次的去 你自己有没有哪次经验 你觉得说 你做这件事还真的 对孩子们是蛮有收获的 或你自己感觉还蛮有成就感的 我们最近一次的是 就是有关于生气这个主题 然后就是当时那一组的同学 他们做的是一个情绪火箭 就是可以把小朋友喜欢的情绪啊 画在上面 然后就可以收集空气 就可以把他像火箭一样飞出去 当时小朋友做完之后 就跟着家长一直收集空气 然后就在现场一直让火箭飞起来 我觉得好有创意哦 好可爱哦 而且这样感觉很舒压 对 真的很有创意 没有想到说 有这种用情绪火箭这种方式 而且这样想想 这样也是之后带到教育现场 带其他幼儿 用一种很不同的创意去带领他们的 引导他们不管在心情上或者是 这算情绪吗 对 教学现场要怎么讲 没错 我的情绪领域当中 当然就会让孩子知道说 我们今天有快乐的情绪 当然有非常的情绪 那非常的情绪 这个都是正常的 可是我们要怎么样让他去说 书法跟条件 所以他刚刚讲的那一组 我觉得那个活动当中也很有趣 就是说我想要消除人家生气的情绪 然后就喷了很多人的泡泡 然后就是非常那个画面 是这样这样的有趣 所以孩子们就觉得 所以我好像有不同的方式 去转移到孩子的注意力 那个他的情绪的一个状况等等 好耶 那你自己有哪一个你自己做的 然后你印象 你想要跟大家 就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自己做的吗 对 有一组是那个牛美女吃草 就是他的故事内容大概是因为 牛美女他为了想要登上杂志的封面 所以他就想要减肥 但是其实只要是对自己有自信的话 不管是胖的啊或者瘦的 都是可以让大家觉得你是很漂亮的 所以就是教小朋友说 不一定因为别人的眼光 就要特别去减肥啊 或者是用不正确的方式去减肥 就是告诉小朋友 就是只要你的 那个吃的食物有均衡 那你健康的话 其实每个人都是很漂亮的 这个也很棒耶 我觉得好像 你们在设计这些 说演故事的过程中 是不是 除了故事本身的话 那个主轴是不是会先抓一个 说这次要传递的一些价值 那这个会是你最早在绘本里面 不管是卡瓜或是卡瓜以后得到的 再往下发展的 这对老师来讲 你们会特别去看说 同学们有没有在这故事里头去 如果可以配合到一些 你刚才讲 比如情绪上面的领域 或什么领域吗 会做这方面的引导吗 应该是说他们一开始在选材上面 他们刚才有时候提到说 他们带绘本来 然后你喜欢什么样的绘本吗 所以他们一开始在选了 有一些绘本主题 就是情绪领域的 对 那变成是 他用的是那个 我变成喷火龙的一个概念 变成一只喷火龙的概念 那一本会本来去做一个发响的动作 那我们就讲 那你就变成你今天演戏的时候 你不可能真的有人喷火 就是船官里面也不准有火的出现 对 对他用火生气 所以他们就开始想说 那我怎么样可能可以让他有一个神器的表现 他们就也是讨论着讨论着讨论着 诶好像有不同的一个形态出现 诶 懂 所以等于是说 等于学校这边老师都给同学们很大的空间 去让你们去发想这样子 然后也给你们比较是引导 不会特别说 这个不行这样子 对 其实蛮重要的 我一说不行的话 大概就是你的逻辑不通 就是这个 所以你也会卡在这边 所以大家一起走走看不同的路看看 对因为每一个人喜欢的议题不太一样 像今年的高一他比较喜欢的 我觉得他们选择比较多都会是 比较是属于可能人际交往的关系啊等等 所以我就说 诶可是你人际交往的关系变得很多组的 同胜的戏就比较高 那就变成说 我们要怎么样让你的人际交往的这个面向是不一样的 那有时候就会卡关 那你的这一组跟那一组的特色在哪里 对对对 就会做不同的一个区别这样子 诶所以这样子听起来我也想问一下 应该是说 可以问一下主任说 虽然20年前面没有参与到嘛 可是你自己观察你有参与过的这几年 你觉得同学们对于主题的选择 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变化 或者说其实都蛮接近的 每一年的状况真的都不太一样 我觉得不太会是说 它会不会是一个世代上的一个变化 我反而会觉得说 会不会是它从以前接触到绘本的一个差异点 对对对 我觉得有时候 比较是绘本的市场流动的情况 对对对 什么绘本比较受欢迎 它可能就会在这个世代的同学们 造成影响 而且有些还是经典中的经典 所以你还是会时常的看到它等等 那包含我们说 其实我们优宝科在去做这些编解剧本的时候 它困难点在于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上台演出的机会 所以我都会建议它说你去找那个本身故事当中 就是有比较多角色的 你出来串串场 你当个小草小花都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只有找一开始就只有两个人了 你要淹血那当然困难度都 对会一颗石头的 我都抽到你就那一颗石头自己 所以你就会觉得难度就会高很多 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说你们一开始的选材 跟你们可以在看这个绘本的一个喜好的话 你可能要想一下你的这个人物设计跟编排 怎么样可以让他 欸我有没有可能同学们之间都可以去做一个参与的动作 所以这样等于是做下来 其实有好多很细腻的层面 等于是慢慢做然后就慢慢发现 然后同学也在这个过程里头 慢慢去就是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跟那个同学们一起来创作这样 这样听起来就是一直都在上创作课 是啊因为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 你才会觉得更有参与感 如果是老师要你演这个东西 你可能还真的不要 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学生凯官了 我就说本来我觉得这本很好 你要不要考虑 老师我不要我就是要这样 好吧那你要不要先试试看你卡关之后 我们就再来解决咯 他最后选到结果是你推荐的一本的用 对没关系我们觉得没关系 你孩子你就是要试 我觉得如果有时候不是 你可能会不理解老师要跟你讲的这个点 这也是在剧本当中的一个彩排 或是什么在演练当中 我们都会跟孩子说 欸你的肢体或动作 我觉得可能要怎么样改会比较好 有的孩子其实还是很有他自己想法 老师我这样最好 对你就变成是我很难再去做 或其他引导动作 所以老师要不断的站在他的立场 跟他讨论说为什么我这样做得比较好 所以你实际上真的让他到可能我们的幼幼去演出 到演艺厅去演出的时候 他看到孩子的反馈是好的时候 他对老师的信任度才会慢慢的增加 也就是这样子我们的那个关系 也就是这样逐渐的建立 你有自信心的你就会相信老师讲你是对的 所以这是一个互利互惠的一个状况 所以应该有时候等于是说 我们也有一点试错的经验 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哪里做对了 就很顺 可是其实是你也不知道哪里其实是做对 但其实如果我们做错的话 我们就会知道说 印象深刻 对那反而其实有真正的学习这样子 好啊 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一次那个狂想剧场 在跟原理演艺厅跟那个 加上我们合作的那个课程啊 课程里面应该是说也很谢谢主任 就马上就哇太好了 我们可以一起来合作 那我们先问一下佩恩好了 佩恩你自己有实际上课是上哪一堂课呢 是上小琴老师带的吗 对 我们其实两场都是小琴老师带的 对对对 你可以分享一下说你上课的经验吗 好我们最一开始就是老师有带我们暖身 那我们就以为只是可能我们平常体育课 简单的暖身 结果到后来老师就带了我们 就是做一些简单的跳舞的步骤 然后在短短的可能20分钟里面 大家就已经学会一首歌一小片段的舞蹈 然后在后面老师就带我们就是走秀 那就是我们会分组 然后老师就会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角色啊或者是一个形容词让我们去呈现 在呈现完之后呢老师就会就是会从小细节来告诉我们说这个角色如果你们把身体用哪一个角度去做呈现的话会更像 然后老师跟同学都会给予大家鼓励 所以我们把那天其实是整个放得很开就玩得很开心 就是通常玩得很开心我们可以看那个最安静的同学 他如果玩得比较开的时候就可以表示说真的是玩得蛮开的这样 那你自己有在这些练习里面印象比较难忘的一个练习吗 还是说你因为看起来你我觉得佩恩也是很愿意去投入很愿意去尝试的 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是最后老师有教我们一个是就是只有一个旁白在念台词的时候 然后那个台上的演员要怎么去呈现就是可能旁白的声音要跟着我们的台词去做变换 就是有很坚强的声音啊 柔弱的声音还有台上那个演员做出来的表现 就是老师也有从小细节就跟我们说你们可以从这个去想要怎么把它呈现出来 嗯嗯嗯嗯嗯哇那这样子那个主任你都在嘛对不对 我有看到影片你有看到影片 是是是对我那个影片看到就是因为当天是有公务啦 不然我原本是要一起参与的 然后我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说哇你们真的就是在经过了 因为是高二嘛我们这时候故事都结束了对对 你们再来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训练的时候你们放得更开 然后又更经济的不同的一个东西 甚至我觉得我看到有些人原本可能平常因为我上上班的课有一些是比较属于静态的一个活动 我就说哎孩子你好像这一次的活动肢体表现得非常好哎 他就说我满满的爆发那个表演欲啊终于有机会可以再出发一次了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嗯嗯好我就回想起我小时候也是上那个上一些课程啦 然后但我不是上戏剧系的嘛只是上一些跟戏剧有关的课 嗯然后那时候那个很简单只是说让我们玩玩喜怒哀乐这样 但因为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比较温良恭敬让都笑笑容满面的的样子这样 从小就是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我有时候很想要罚怒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罚怒 然后但是因为戏剧课的话因为喜怒哀乐嘛 那你就可以怒你就可以发怒对 然后或是你就可以大哭大叫举腻了好那只是一个很小层面 那其实表演艺术的很多练习他其实做的可以很细腻这样 对那只是在想说其实剧场的时候就是透过一些角色扮演 嗯好或者是一种呃一种引导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会帮助我们就是不一定是演员 而是一般人他可以找到一些哎他可以去自处 或者是嗯他可以去试着去干 让自己的不管是情感也好或者是状态 对有个抒发或者是有个不同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嗯哎好哎那这样今天我觉得哇今天好像聊蛮多 对幼宝科的那个不管是呃说演故事的这样计划 然后还有嗯在学校学的一些内容啊 嗯那最后我想说那个呃不管是主任或配偶 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说你们呃当然有没有 还没有刚刚没聊到觉得对呃对未来有什么期许 这样或是有什么想要跟听众分享的嗯嗯我觉得 应该可以先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可能对于幼宝科的一个认知 嗯其实像配恩他的父母是非常支持他的一个志向嗯 当我们也遇到很多的国中生的父母 其实是觉得说未来可能少子化 或者是可能你可能可能家长有很多 或者是有其他的状况下 那就劝退他的孩子们来读幼保科 就是孩子们本身有兴趣 反而家长不支持 对对对 就说你可能会不会未来没出路或等等 但其实我觉得来读幼保科的人 其实我们的这个有很多的坚持 那你其实可以再透过我们 在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当中 你也可以看到孩子在一年一年一年的 这样一个改变跟成长 那我觉得这也不是只有我们这样说 是孩子们回来分享说老师 其实我真的以前都觉得说读幼保科 我也是应该很轻松啊 为什么活动有这么多的东西 可是我后来回过头来看到了这些历程 我到高三的时候 或者是到大学毕业的时候 老师我觉得我最充实的生活 就是在高中生这个阶段 所以其实我们也透过了这些过程 或活动或者是包含说演故事的部分 其实我们也让幼保科的孩子又多了更多的一个人性 包容跟爱 就是他怎么样去接触这样的一个孩子啊 我们怎样面对未来的顾客啊等等 那其实多了更多的耐心跟包容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幼保科的孩子有更多温暖的一个地方 哇天哪觉得很感动 其实应该是说 觉得应该说这个行业 不管应该说幼保科毕业 刚刚讲嘛 不管保姆可能是其中一条 对那还是那个主任 也可以剩一点点时间 可以再分享一下说 你们觉得说之前的一些毕业的一些 学生们他们对他们觉得说蛮好的一些建议这样子 其实幼保科除了保姆之外啊 我们当然就是有所谓的才艺老师 那才艺老师你包含是幼儿音乐的老师 或者是体能的老师等等 或者是我今天做 我很喜欢最近我觉得大家很比较流行的一个 叫做无感教育的老师 我带孩子去做一个体验生活 我扣过一样的活动课程设计 到孩子知道 什么样东西是粗粗的 沙制 那我怎么样去玩这个颜料的一个配色 那其实我觉得都是我们孩子 可以去未来去走的一个方向 当然我们的拖音跟我们的幼儿园 都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方向的一个未来的 当然也欢迎来当高中老师 好那那个 那佩恩呢 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想聊的 就是在幼保科虽然会很累很辛苦 就是因为参加了很多活动 但是我觉得这些经验到未来大学 就是都可以用得到 像是洗宝宝那些 就是虽然以后有可能有一些同学 就是不会走像保姆之类的 但是如果自己有生小孩 也可以就是在实际操作 就是会更加的熟练 然后再跟人相处的话 也会有更多的解决方式 对我听佩恩那个讲话 我都觉得哇很感动 才高二而已 但是真的是谈吐跟自信都非常好 这我相信除了本身的个人特质之外 我觉得在校园生活里面也培养 等于是有这样的环境 让我们可以就是说师生共谈 因为一般我们好像会有点担心怕老师 可是好像佩恩不会怕魏主任 对不对 不会 应该是不至于 我就是一开始我就也问他说 你要来跟我访谈吗 你要问什么题目 我不知道哦 你先答应我就好 还是你如果你不要的话我就要找学姐了 面子很大面子很大 对对对谢谢他 哇非常棒好爱 那我们今天那个你好狂来聊天 就是Podcast很高兴的邀请到 袁林家商又宝科的魏培纯主任 还有佩恩 我们之后要升那个会长 对不对 哇今天跟你们聊天真的很愉快 因为一方面呢 也也蛮让我知道说 其实有一个领域 那这个领域呢 其实我个人是认为 未来其实反而不会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反而我觉得会更被重视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的 就是不管家长也好 或现代人嘛 对于这个观念 就是对于就是说 人类在生存上的各个阶段 该被好好的被照顾 不管是乐龄的 或者是更幼小宝宝 或者是青少年 然后成人 各种的族群都该被好好照顾 但是我觉得在幼儿这一块 其实他是更需要花费心力的 而且他也是其实人格基础里面 很重要的一环这样 然后愿意投入 但我刚刚这样听起来 我真的觉得 幼儿保课毕业之后 很多行业都能做 就是说其实 当然愿意持续投身在幼儿教的 这个领域是非常棒的 但是听起来 其实那个空间可以海阔天空 所以其实父母好像也不用太担心 不用被他担心 好像说幼儿保课就是只能做什么 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幼儿保课在这个阶段 他反而是接触到 跟去学习到跟人的一个接触 互动等等 以及你包含了你的知识心 以及你跟对别人的一个耐心程度 我觉得不一定是在其他科 可以去内化而来的 那我觉得你有这样的耐心 或是我一直不断的去接受这个挑战 我觉得你有勇于接受挑战这件事情 你未来当然你到其他地方去 你当然已经如鱼得水了 对而且这样的价值等于是就 就从现在的学生身上 以及以后他们成为老师 或成为可以去把这个经验去往下去教育 就算是教育更年轻的孩子的时候 他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就可以流传这样子 好棒喔 因为我们是身为剧场工作者 最希望可以跟就是不同领域 尤其像这样教育的工作者 这样子一起联手合作 然后也期待当然是说 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美好 不管是艺术 然后教育的或者各个面向这样子 期待呢 就是狂想剧场跟原音家商 我们之后会有就说演故事的一个培训的一个这样的合作 那我们之后就希望说 有机会我们可以再上节目来聊一聊 没问题 很期待 谢谢 谢谢 好 拜拜 拜拜 是不是还听不过瘾 想知道更多狂想好朋友的大小事 请锁定下一集的你好狂 我们下次见